截至发稿时,安省今日新增新冠确诊939例 由于新冠疫情恶化,安省政府宣布 为了遏制多伦多、皮尔地区和沃泰华这三个新冠病毒热点地区的疫情传播 政府将禁制这三个地区的餐厅堂室服务 重新关闭健身房和电影院等聚众商业场所 这次禁制措施将实施28天 之后会再是疫情现状来决定是否做进一步的调整 安省首席医生威廉斯在周五下午宣布一系列抗疫新措施 这些措施将于周六临时起实施 措施包括将室内社交聚会和有组织的公共活动限制在10人以内 室外活动则限制为25人 禁止餐厅、酒吧和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等提供堂食服务 可以提供外卖 电影院、赌场、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场所、赛车场观众区 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室内体育馆和健身中心 包括瑜伽中心、舞蹈室等暂停营业 提供个人护理的商铺 包括美容院和牙齿护理场所等的服务将受到限制 此外学校和教堂可以保持开放 但必须继续遵循现有的公共卫生措施及社交距离限制 从下周二开始 多伦多皮尔地区和沃泰华三个地区的婚宴将暂时停止 预定在感恩节周末举行的婚宴则除外 同时多伦多市政府也宣布 暂停政府管辖场馆举行的室内休闲活动和预约登记项目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这其中包括曲棍球比赛 游泳比赛 滑冰班 舞蹈班 团体健身班和健康课程等 同时也停止发放室内聚会 体育比赛以及团体健身活动等的许可证 多伦多市政府表示 有大约2万名登记人士会受到影响 未来数周内会自动退款给这些受影响的人士 另外市政府也宣布 艾伦温氏花园和中央温氏公园 也会在下周二 也就是10月13号关闭 市政府表示 新冠病例不断增加 令室内活动不安全因素增加 虽然以上消息会使不少人感到失望 但维护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一定是政府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